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历及桌历正式出炉 除了应有水果图样及金融热门打卡景点的月历西京外 今年也首度推出了桌历 希望能同时满足老中青三代市民的需求 在金融市副市长林永发与金融市税务局长欧秋侠共同公布下 金融市政府2023金美月历日历及桌历出炉 月历部分除了备受好评的各式水果图片外 还加入了包括国门广场 金融成绩转运站 及上海明光装置艺术等金融市热门打卡景点 日历方面则维持很受婆婆妈妈喜爱的料理食谱 大家都晓得基隆的水果月历 就是我们税务局最夯 然后都是秒杀 那我们今年所出的不仅仅是我们的水果月历 里面的水果是一个很可口 它里面搭配的景点才是更夯的 除了超夯的月历及日历外 金融市税务局方面更首度英制2023桌历 希望能同时满足老中青三代市民的需求 那今年多了桌历是因为年轻人喜欢桌历 然后老人家喜欢日历 然后中三代喜欢月历 那我们就是月历跟月历是数量比较多 那日历跟桌历就是限量的 我们经费有限 金融市税务局方面表示 11月12号早上8点半起 民众可到金融市税务大楼 七堵区行政大楼 及信义区公所这三处地点 以9到10月发票进行兑换 纸本6张或云端发票3张 即可兑换精美税务月历 纸本8张或云端发票4张 就可兑换日历或三角桌历 数量有限 而因应网络时代 税务局方面也推出电子月历 民众可上税务局网站进行下载 换月历迎好年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农委会 发放9万份的农邮券 金融渔会四天的营业额就破百万 业绩是平常的十倍 工作人员忙补货 预计这几天名额就会用光 鲁鱼有 这鲁鱼一单没有剩五片 鱼片在这一个 金融渔会直销中心才一开门 民众就要来抢国产鱼货 龙胆十斑就剩这样 也没剩几个 然后金木鱼也没有了 我们的龙虎斑也都没有了 仔细看 架上的十斑鱼 鱼鱼白带鱼通通被买光 隔壁的丝木鱼也剩下不多 前三天基本上东西都跑得很快 那丝木鱼系列我们也是有很多货 那我们就是也都卖光光了 就算加上这些而已 他买那个丝木鱼 那个鱼鱼 他本身农民的辛苦 靠活动力有探极 这应该要再多了 所以今天也是为了农油券特别来买吗 对 你刚过来买 你刚过来买 好谢谢 好 拜拜 对我们这个渔会 你又的餐品都有 渔会电话响得不停 农委会4号发出了9万份的农油券 只要买12个品项的国产与农产品 以600为一单位 就回馈600元 每个人不限购买次数 渔会工作人员每天忙着补货 营业额是平常10倍 4天就破了百万元 农油券从4号就开始 但真正人潮竟然是从5号 星期五开始 我们那天业绩就大概突破平常的10倍 10倍以上的 然后这样星期六礼拜天 我们就加败人手来处理这一块 因为就只有接电话跟补货就做不完了 政府这次农国线真的吸引了很多人 而且我们这次我们有足够的货量 来供给这些购买的人 我想很多农业都戳手不及 而且我们这几天 农会一直吹着我们要很多的移货 相关的这些移货 尤其石斑鱼白带鱼 最抢手的这些鱼商品 他们买就只订买这些东西 大家不是买一份 大家都买五份十份的 现在买的是吃的 然后农油券他们实际上算是说 农油券如果下来的时候 过年还有一批可以买年货 可以两边都可以用 所以这次农油券真的是相当相当的成功 以这次国产鱼货来说 石斑鱼白带鱼五载鱼及鲁鱼 和台湾鱼最畅销 几乎才一上架就被扫光 一箱上货大概一个两只就扫掉了 就后面继续补货 所以我们礼拜六礼拜天 昨天特别人加败 就楼下门市的部分 就加败四五个人来补货上货 他来了不可能只有买这些 这几样农产品而已 而且很多人在询问 是不是年底能不能再一波 来设计这个经济 让他们也有这个机会 没有买不到的人可以再买一次 柜台前一代一代的结账 另一旁渔会人员协助民众上网 凭发票登录 由于不用抽奖 九万分的名额用完就没了 超级好康 难怪民众说什么都要多买一点 记者黄绍鸣金融报导 家喻户晓的小美冰淇淋 近年来积极转型推陈出新 在中山国小85岁生日前夕 特地赠上不同口味 敬千和的冰淇淋祝贺 与中山国小一起翻转 翻新朝永续的目标前进 中山国小85岁生日快乐 中山国小85岁生日惊喜 是小美冰淇淋 董事长亲自到学校 与孩子们同乐 送上满满祝福 祝福我们基隆中山国小 85岁生日快乐 那我们小美冰淇淋 就是让每一个人有一天 小小的美好 吃了冰淇淋以后 心情会变好 所以为了这个中山85周年 送大家一个小小的美好 推陈出新朝永续迈进 中山国小近年来也不断翻转 校长引进各种资源 鼓励孩子们多元学习 有这个机会呢 这个小美冰淇淋 给我们这个祝贺 那我们也期待 我们跟小美冰淇淋一样 翻转翻新 这个永续 孩子们送上感谢卡片 每张写满了自己的心意 藏米小米斩斩 董事长分享 接手经营小美冰淇淋后 每年都会推出5种以上的口味 但只有一种能在市场上生存下来 就是要翻转创新才能永续下去 那个其实我们小美冰淇淋 今年是卖入第76年 那我们从早期的 第一杯小华杯 卖了76年 但是呢 现在社会求星求变 所以我们每年推出新的产品 謝謝賴董事長 給我們的小美冰品 非常感謝台北市藝德 福人社的華美食品的賴董事長 贈給我們小美冰品 將冰品美好的滋味 留在孩子們的心中 祝福中山國小 85歲生命快樂 記者蔡曉君採訪報導 被收好評的全國賽事 基隆至勝獎全國書法比賽 邁入第二屆 在暖息國小激烈登場 來自全國各年齡層的書法高手 展現豐厚的實力 相互切磋精進 基隆至勝獎全國書法總決賽 競爭激烈 不管是國小 國中 高中 大專社會 還是長青組 進入決賽的參賽者 實力雄厚 在自品行間 展現精氣神 其中大專社會組 以綁書的形式進行 參賽者在全開紙上 只寫三個字 每幅作品 行雲流水 各具特色 來自高雄的王餘生 奪下首獎 完美詮釋實用與藝術 高度統一的墨韻 從小學五年級開始 接觸書法這個才藝 然後一路寫到了現在 當然這中間也感謝 很多老師對我的教導 然後給予我的養分 讓我學習成長 也謝謝這場主辦單位 希望書法這個具有文化的才藝 可以繼續延伸下去 讓明年更勝於往後 可以繼續辦下去 辦得更大 更豐盛 讓許多選手 可以一起來踴躍參加 頒獎典禮上 貴賓雲集 最令人感佩的 是已故書法家 李淳甫先生的夫人 劉寶貴女士 設立的李淳甫獎 推展書法藝術活動幕後的推手 還有市退休校長趙惠芬 集結眾人之力 成立制勝書法教育園區 更促成全國大賽 邁入第二屆 邀請當代知名書法家為評審 去年已經讓我們相當的驚豔 今年更加的亮麗 這一次參加的人總共有 我們從400多件裡面選出來126件 我們希望這個活動呢 在全國我們有特色 比如說我們有綁書的比賽 那另外我們還希望 它能夠提升我們基隆 在地的書法藝術 所以我們特別設立了李淳甫獎 希望將基隆的書法熱情找回來 找回書法傳承的使命感 讓傳統藝術延續下去 記者蔡曉君採訪報導 基隆每六位市民 就有一位65歲以上的長者 基隆市已經正式進入高齡社會 社會處積極為長者們 打造15分鐘城市 就是只要步行15分鐘 就能夠滿足長者們的 社會參與功能 其建設區即照顧關懷據點示範長者 各項活動成果持續推廣到全市 因為基隆市已經是高齡社會 每六位市民就有一位65歲以上長者 因此在基隆市長林佑昌指示下 基隆市政府社會處積極為長者們 打造15分鐘城市 希望在步行15分鐘距離內 就能夠滿足長者們的社會參與功能 大概明年就有20%的人口 基隆市市民是65歲以上的長者 換句話說 每一個基隆市市民就有一個是65歲以上的長輩 所以基隆市政府 包括社會處理都非常用心 來面對這樣的一個新的一個趨勢 那所以說 整個一個社區的一個照顧 就非常非常重要 那我們基隆市目前為止呢 有87個關懷據點 那平均每兩個里 就至少有一個關懷據點 我們的長輩走路 只要大概在四五分鐘內 就可以取得一個據點 可以在裡面可以共餐 可以交朋友 然後可以有人關懷 然後呢 可以從事各式各樣的 健康附近的一個課程 我想這個是讓我們的長輩開心 也讓我們的年輕人能夠安心 的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活動 目前全市已經有87處社區照顧關懷據點 平均每兩個里就有一處據點 也設置巷弄長照站 拉長社區整體照顧模式軸線 讓長輩白天也可以到各據點參與活動 同時導入預防及延緩失能 電話問安 關懷防釋 餐飲服務及健康促進 和社會參與五大服務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推動短中長期計畫 改善通勤主問題 提升公車輛能 R路線由市府接手 台北約票搭四公車免費 推動基北通勤月票方案 持續徵編國道快捷公車 開闢四區跨區路線 國道一號拓寬 徵編七組達到 鼓勵雙北公車到基隆 全力推動基隆捷運 肯定尼佑昌 票投蔡詩 我是童子偉 四年來我推動改造市中心地下道 改善廟口自來水管 振興委託行商圈 讓年輕人留下來 基隆要持續進步 請堅定支持 唯一支持 認真做事的童子偉 我是鄭文婷 我推行愛心冰箱 還有免費法律諮詢服務 鄭文婷有一個會讓我願意站上台 而且用力的推薦她的原因是因為 她有正義感 仁愛區好議員鄭文婷 恳請支持 中家寬屏最狂雙十一來了 申辦家用寬屏 每月最低三九九元起 光鮮上網一G也只要六九九元 再想兩大好禮 給你35個數位頻道免費看 還送4K智慧機上盒 讓你在家輕鬆用電視看YouTube 11月8號起 限時五天要辦要快 歡迎回到中家新聞現場 提倡首都圈的民眾 共搭乘大眾運輸系統 都應該享有相同的優惠待遇 民進黨基隆市長候選人蔡世英 昨天與民進黨北北陶 三位市長候選人 共同提出首都通 1200元吃到飽的政策 另外下午蔡世英也 首都與太太蔡喬婷 共同在安樂區進行車隊掃接 又在林市長奠定的基礎上 繼續建設基隆 北北基陶我都行 每月1200 民進黨基隆市長候選蔡世英 與台北市長候選陳時中 新北市長候選林佳龍 及桃園市長候選鄭運鵬 共同宣布 將提出1200元吃到飽的 首都通政策 把現有雙北1280元的月票 擴大範圍到北北基陶首都圈 首都圈的民眾 每個月只要1200元 就可以使用所有的交通運輸工具 事實上雙北從2018年開始之後 我不只適合在立法院 在許多的活動場所當中 我都有提到 希望可以納入 首都圈的這樣一個共同的概念 納入首都圈的共同概念 其實卡到的就是關於 國道客運是否能夠參與 以及台鐵是否參與的問題 當然這幾道中央跟地方 彼此要有互動跟互信 這一次適應 還有林佳龍 陳時中 鄭運鵬 我們幾位在共同討論之後 我們認為 我們可以以雙北1280為基礎 共同來擴大首都圈的月票 那這個首都圈的月票 其實就是 我們的內容細節就是 首都圈月票一個月1200元 然後包括了捷運 包括了雙北的客運公車 也包括了台鐵 也包括了我們的國道客運 另外還有基隆市公車 跟桃園市的公車 這幾個全部整合在一起 我們的價格是1200 那為什麼要訂這樣的一個 統一的價格 是因為我們推動 交通平權這樣的一個概念 我們希望在整個首都生活圈裡面 每個人負擔的通勤的票價的成本 應該是一致的 所以我們把它擴大到 基 北 北 陶 共同生活圈 那這個案子在2018年 執行了兩年之後 因為遇到疫情的關係 所以中短下來 那現在都因為疫情也恢復 民眾搭乘公路運輸的 搭乘大眾運輸系統的比例也增加了 我認為在這個時間點 來推動我們的1200首都圈月票 這個時間點是恰到好處 下午才適應持續在安樂區 進行車隊掃街活動 平常相當低調的蔡世音夫人 蔡喬婷也首度參與 夫妻倆合體在車上 向民眾揮手 拜票爭取支持 蔡喬婷坦言有點緊張 不過希望藉此向市民表達感謝 並期望繼續支持 蔡世音接棒基隆延續光榮 今天是我們安樂區的車掃的行程 那大家知道我過去也是曾經 多屆地擔任基隆市安樂區的市議員 這個就好像我自己的家鄉一樣 吼 那所以這次我也情商我太太 那我們願意出來 來這邊向車隊掃街 來跟我們的市民好朋友來拜託 那這是一個主要原因 那第二個原因就是說 因為我太太跟 洪生永的夫人也是好朋友 所以他們說一定要一起出來 跟大家來拜訪 那之前 華家也當過我們辦公室的助理 跟我太太也都蠻熟悉 所以我們藉著今天的車掃的活動 來向我們安樂區的居民 表示懇求 那安樂區過去這幾年來 我們在這個地方 做了非常多的公共建設 跟公共的測試 所以我相信市民都有 可以感受得到 那我們會繼續在過去 而又參加適應 讓基隆改變的基礎上 繼續往前邁進 距離選舉投票僅剩18天 新北市立法人賴品渝 也陪同蔡世英一起進行車隊掃街 除了呼籲基隆市民票投蔡世英外 賴品渝更提醒民眾 11月26號 對支持18歲公民權投下贊成票 剛好離1126大選剩下18天 所以我們其實也看到說 今天有非常多 我們民進黨的黨公子 在粉專上放出自己18歲的照片 那為的是要為我們1126同時有的 這個18歲公民權的覆決來拉票 我們年底的大選呢 除了選出我們 心儀的這個縣市首長 還有議員還有里長以外呢 其實同時還有這張公民覆決票 那其實我在地方掃街的時候 真的有時候有的叔叔阿姨還未必知道 所以真的非常需要大家一起來幫忙 一起來拉票 記者張啟騰 基隆報導 針對9026國道路線傳出在12月1號要減班 換路線 國民黨金融市長候選人 謝國良 與副議長林沛祥特別召開記者會提出質疑 希望能夠釐清真相 別讓通勤足憂心 上下班會更加困難 通勤組權益 講清楚說明白 來 9026是僅次於1815 在安樂區最大的通勤路線 最高以前在疫情之前 每天是2200人在坐那台車 也就是有2200個家庭 跟這個 跟這條路線有關 服務品質 這個12月我們才知道 可是大家都很擔心 佩祥部議長在問候這些通勤組 我去的時候大家都很擔心 但是現在原路線不是就已經跳票了嗎 所以我們在這邊請他們出來try go 出來說清楚講明白 不是答應大家要維持原路線嗎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的議題 他們絕對不能閃躲 在記者會現場 副議長林沛祥跟國民黨紀錄市長候選人謝國良 先用一段影片來說明跟業者電話詢問的過程 得知可能在12月1號9026就會更換路線 喂 喂你好 喂你好 我是我想請問一下 我是在南港車站坐車回基隆 搭9026回基隆的那個通勤組 我想請問一下 那個你們12月1號之後 那南港站南港車站還有這一站嗎 我們到時候開始領域是沒有南港車站的一道 我們就到南港站那館 所以我要跑去南港站那館的車喔 你也可以從南港站住你站監獄 做解運過去啊 喔做解運過去喔 對對對 做解運過去其實是會給你大工程懷疑 喔 所以你們是12月1號嗎 我們是12月1號才會接受 那我問一下未來月票哪裡買 月票的部分我們這邊還沒有公告 喔 好 好 那我知道了 喔沒有喔 我這邊問一下那個 你們如果說是這樣子的話 以前人家傳聞說 以後就直接一高 汐止交流道一路塞過來到南港 這是真的嗎 汐止交流道到南港 就是說以後我們不走三高 以前9026都是南港展覽館之後走三高 那現在就直接走一高直接上汐止是真的嗎 我們汐止有停好幾個點 喔是喔 對 所以說你們不會照三高 你們會一高一直一直 就是那個上班的時候從 汐止交流道下來 然後一路走到南港就對了 對 因為我會天涼電視拍 然後護行辦點和課問 我就到門了 OK 好 那我知道了 好謝謝 再見 至少10月31號剛好我想打個電話去問 然後出來的結果居然是說 砍站跟換路線 大家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去塞車 變成是說未來不只是說你砍站之後 那邊後車的環境其實非常不友善 每天250人在那邊等車的時候就已經非常非常急了 未來那邊是500個人的時候 我不清楚我怎麼樣去跟這些安樂區的等車民眾說 市政府有答應過我不會換 不是說不改變路線嗎 為什麼路線改變了 說也不說一聲呢 有啊有要說啊 什麼時候說 選後再說 國民黨基隆市長候選人謝國良跟副議長林沛祥 呼籲主管機關要站在通勤族的立場 來要求9026業者不要讓通勤族上下班 變得越來越辛苦 記者黃日生既有報導 而針對9026客運12月起將改道減班 金融市府陳青表示 市長親自向公路總局局長確認 9026的路線不變 班次級運量也不會減少 仍然會進南梗車站 請通勤民眾放心 針對有候選人聲稱 由基隆大五輪來往台北市南港的9026客運 將從12月1號起 由新業者接手經營 同時會更改路線 也不會進南港轉運站 對此基隆市副市長林永發 在事務會議後記者會議上澄清 這項說法與事實不符 林永發表示 經過基隆市長林永昌親自向公路總局局長確認後證實 9026路線不變 班次與運量不減 同時仍會進南港車站 9026其實現在是如期的一個正常在運作 那這個部分也不會像外界所傳的 12月1號要換人接手 那我們這個部分 早上市長也跟公路總局的陳局長確認過 那基本上9026第一個 他的路線不會改變 第二他的班次不會減少 他的運量不會減少 而且這一班車要進南港車站 立法人蔡思英也痛批競選對手為了選舉 竟然聽信業者片面支持散布不實言論 蔡思英強調會以公眾利益為優先 做好三項堅持維護通勤民眾權益 大眾運輸這是屬於公共利益的關係 而不是只是看業者的部分而已 所以我跟我的對手謝國良 在這個議題上是完全不同的觀點 對我來講 9026他代表的就是基北的通勤 也因此到目前為止 我跟我們的優商市長秉持了幾個主要的原則 第一個他的路線不能夠被減班 第二個他不應該被改到 第三個他要進入南港的轉運站 這幾件事情從開始到現在到未來 市應都會繼續這樣的堅持跟主張 那交通部也講得很清楚 在這段待死的期間裡面 相關的運費的虧損的部分 交通部會來處理 所以我想市民朋友不用擔心 我們9026的服務品質可以維持異樣 蔡思英除了要求謝國良必須會散布不實言論 向市民道歉 也表示已經向交通部長王國才確認 9026絕不會停死 請通行民眾放心 記者張綺藤 基本報導 年底選舉進入白樂化的階段 競選六連霸的五號七堵區 現任市議員張耿輝全家總動員 特別是女兒及媳婦還向公司請假 留職停薪 為張耿輝量身拍攝感性的競選短片 更設計出Q版的人行立牌 為張耿輝助政敗票 11年前的話 自己的黨媒慶走成那種 我離開了黨 離開黨以後 在這個十幾年 我都沒有到哪一黨去 甚至有些其他的黨 邀我到他們黨去 我也秉持我自己的原則 也沒有到其他黨過 就像這一屆來講 十九屆來講 我反而在五黨級的沒有任何壓力下 沒有包吾的在監督市政 我大膽地為民猴使 為民爭取各項的建設 年底選舉進入白熱化階段 競選六連霸的五號 七堵現任市議員張耿輝全家總動員 特別是女兒以及媳婦 還向公司請假留職停薪 不但為張耿輝量身拍攝感性的競選短片 在網路上播出 更設計出Q版的人行立牌 為張耿輝助政敗票 耿輝在這邊特別要感恩我們的家人 尤其從政這多年來 對我全力的支持 以照顧 尤其無願不為的犧牲奉獻 這一次我想也不例外 那耿輝也邁向第六屆 這段期間除了感恩 再次的謝謝我們所有的支持 我的鄉親父老跟我的家人 還有我們的團隊真的很辛苦 尤其這段期間的好大雨 冒著風雨陪著我愛家愛婦的去拜訪 真的在這邊特別的感謝感恩之外 那對我家人當然也無限的感恩 感恩他們這段時間的全力的付出 尤其兩個女兒還有媳婦都留職停薪的 來全力來協助我幫助我 我真的非常感動與感恩 有關我們市民家中患有重大疾病 眾養護機構經費的補助者 現在已經經過耿輝一直努力的七八年 終於有重大的突破 以往是只有中低收入低收入 及生活經貸1.5倍 或是說政府核定眾養護機構有補助之外 現在改為我們的稅率局 階梯式的來補助 那至於我們前市幼兒公托 我希望在我二十屆能夠免抽籤入協 以減經我們市民經濟負擔 張崗輝特別感謝家人們多年來的支持 讓他無後顧之憂 成為為民喉舌監督市政專職專業的市議員 更感謝競選服務團隊的志工好朋友們 跟著他一步一腳印 盡心盡力服務七獨相親好朋友 希望鄉親們繼續支持 讓他為七獨為基隆做更多的事 讓七獨和基隆更進步更繁榮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家新聞的臉書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曉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小小小小小小還有櫻賣 我們回到這間專業itted 最新的新品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